《見性》 見性是什麼呢? 就是明心見性 就是明見自己心性的實相 佛家瑜講明心本靜 見性本空 明白自己的心 原來它是清清靜靜 毫無忍著的 見到自己的自性 原來它是空極的 明心本靜 見性本空 所以你不見現前一念心之實性 不可學無上道 什麼意思呢? 你如果沒有見到現前一念心 它的真實性 真實性是什麼? 它的本質是清靜 空極的 你如果沒有辦法見到 這樣的人不能學無上道 因為真正的修行是從明心見性開始的 明心見性以後 它有明心見性以後的真實修學次第 它才真正邁向成佛之道 所以佛家瑜講 見性之前的修行 未必都是真修行 這個六祖大師 他得傳一波以後 曾經到一個地方 聽一位法師開示 印宗法師 這就是風動翻動的典故 那在那邊等法師升座的時候 有人說看到這個風在吹這個翻 然後有人就說這個就是風動 你以為說不是這是翻在動 六祖大師說 是忍者心動 兩位都說錯了 是你們兩位的心在動 印宗法師聽到了 講這個話 是不是五祖大師 富祖一波的傳人呢? 他就把他的衣波顯現出來 哦 果然就是衣波的傳人 然後呢 就是跟他潛問佛法的奧義 六祖講一句話 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他說這個學佛修行 當然要問他那六祖大師 那你所學的這個五祖的心印為何 他說唯論見性 只有講見性 不論禪定還有解脫 同學你聽到有沒有問題 禪定解脫 我們平常都在求解脫 他現在不論解脫了 那你怎麼學啊? 以前都學錯了嗎? 沒學錯啊 那你就問他 為什麼呢? 為什麼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呢? 他說呢 唯是惡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惡之法 他說因為禪定解脫它是惡法 禪定它就有非禪定 對不對? 解脫它就有非解脫 他講這叫二法 二元對立的法 二元對立 就是有對有錯有是有非 有解脫有非解脫 有禪定有非禪定 他說這不是佛法 他說佛法是不二之法 真正的佛法是沒有這樣 就是它已經超越它遠離二元的對立的 那是真佛法 那怎麼樣達到這個境界呢? 見性 所以他說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不是說禪定解脫是錯誤 你如果執著禪定解脫 你還落在二元對立的狀態裡面 那就不是佛法了 你看看他當下跟這個映宗法師 講出這樣的話 那是生虛空沒有聽過 他有耳朵以來沒有聽過的道理 映宗法師怎麼樣? 讓位給他 請他當住持 把整個寺廟都交給他 自己再拜他為師 先幫他剃度 自己再拜六祖大師做老師 你看看 真是不簡單 所以見性學道難 所以見性學道難 你沒有明心見性 沒有踏上解脫道的真實道路 有一位法達法師 這位法達法師去見六祖大師 見到他要跟他請益 是不是要頂禮 頂禮頭不觸地 六祖大師說 你拜我為什麼頭不觸地 那這樣不如不敗 你既然拜我 要請益於我 頭不觸地 你心裡一定有一個相當自豪的東西 講出來聽聽看 他說他七歲出家 宋法華經三千步 妙法蓮華經 就念三千次都背起來了 七歲出家 六祖大師 難怪 一般人不要講三千步 三百步就不容易了 對不對 你已經念了三千步 六祖大師跟他講 等你念了一萬步 而且了解法華經的精益 而且你還不覺得超聖 這個時候 你才是跟我七頭併近 你才跟我差不多這個意思 你現在念三千步還沒什麼 你有一天你念了一萬步 你還了解他的精益 而且你心裡還不覺得自己很超聖 這個狀態 你才跟我差不多 這樣跟他開始 你念了三千步法華經 自己帶著傲慢的煩惱 念了三千步自己都看不到自己帶著傲慢的煩惱 他恍然大悟 他恍然大悟 從今以後 一定會非常的千功 然後他講什麼呢 他講 弟子送法華經 未解經益 心長有疑 送法華經不解經益 心裡有很多疑問 他說 和尚智慧廣大 願略說經中一禮 他跟六祖大師說 和尚 你智慧廣大 願你略講法華經的一禮給我聽 六祖大師說 我不認識字 沒讀過法華經 你唸一段我聽聽看 這個法達法師 就开始念念念念法华经 念到批语品的时候 六指导师说听 我已经懂法华经的义理了 现在我讲法华经给你听 一个不认识字的人 他听他念他就完全通透了 完全了解 能够对他开示 所以明心见性的人 他是一法通万法通 那不明心见性的人 你就是穷透三藏十二部的奠基 你也未必争得利益 所以见性学到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NT